大家好,我是游某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HG 1 4 1 吉他 戴特隆 這個Infinism 是來自於劇場版無敵鐵金剛 Infinity 的一個延伸 那它同樣是由劉賴靜之老師設定 以前賣玩具、賣模型需要有動畫 現在根本連動畫都不需要 只要有設計圖就可以了 尤其像蓋特隆這個經典的角色 反正大家都熟悉 那只要再增加一些新的設計就好了 那因此這一次它也跟劇場版無敵鐵金剛一樣 是延續了這種所謂的茶葉蛋式的裂甲風格 那除了雙斧之外呢 還有這次有一個大斧頭的武裝的新設定 那至於造型上呢 當然就是跟之前的無敵鐵金剛 還有像克連大漢、摩承凱撒等等 風格是一致的 那當然呢在零件術上面也一定會有兼用 只是呢這個兼用的比例多少而已 好首先打開第一片是看到的是它的 應該是披風翅膀 那另外呢這個也是骨頭的零件 然後呢其實這一次獨創開模的部分還蠻高的 大部分都是全新開模 比想像的多 這個是這個Mazinga Z 就是無敵鐵金剛的延續的兼用 那除此之外這個還有一個四色成型件 這邊有一個銀色的補色貼紙 那再來這一片就很眼熟了 果然沒錯這個就是從Mazinga Z 就是無敵鐵金剛延續而來的 那除此之外呢其實大部分都還是新開模 好那我們看一下說明書的部分 那因為它有一些兼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打開之後呢 裡面有很多打叉叉的零件 那可見呢這些都是兼用 那因為畢竟還是不同角色 所以有很多呢是用得到的 好那組裝過程大概就這樣 裡面是黑白的 那最後面這邊呢 則是一些相關的設定 以及它的說明等等 好那我們就直接把它給組裝起來吧 首先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頭頂高大概19.5公分左右 加上頭上的腳就超過了20公分 在HG144分之1這個系列之中呢 尺寸也算是蠻大的 和魔神凱撒一比呢 身高在伯仲之間 而無敵鐵金剛站在它旁邊呢 你看只有到它的肩膀而已 不過呢雖然說每一個身高不同 但基本上它們素體是一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手臂 它的大腿 它的腳板 跟無敵鐵金剛是完完全全 一模模一樣樣 這個兼用起來是完全沒有在客氣的 那不過呢這個系列到目前為止呢 都是以無敵鐵金剛為主 那當然就是這種黑銀配色嘛 所以突然來了一個GETARD DRAGON 這種萬黑蟲中呢 一點紅 感覺視覺上還是蠻讓人驚豔的 那不過當然大家就會好奇說 那之後會不會再延續推出GETARD LOBO 或曾蓋特等等 我覺得應該是蠻有機會的 但至於說GETARD 2號機或者是3號機 那種太瘦或者太胖的 我覺得這種沒有辦法兼用素體的狀況下呢 短期推出的機會應該算是比較少了 拉近一點看細節 這一次整體的造型風格 依然延續了劉奈靜之老師這種 所謂的茶葉蛋式的裂甲風 那所以呢身上有很多像這樣子的裂紋 那有的裂紋比較細 有的裂紋比較寬 那這些比較寬的裂紋呢 其實像我是先用黑色的水性消光黑 先做的塗裝 然後溢出來的部分再用棉花棒把它擦掉 那如果你稍微做了這個處理的話呢 就會讓它紅色跟黑色的對比 會更加的鮮明 整體的機械感以及整個質感都有 會稍微提升 這個大家可以挑戰看一看 好像這個內側這邊有一個小紅色黑色的部分 也是我另外在塗的 等等有些小地方稍微塗一下 這個感覺會跟原來整片塑膠感會差蠻多的 那事實上它這一次整個分色 我覺得是算做的蠻用心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紅色的主體之外呢 像這個邊緣這個披風的旁邊呢 這個金屬紅 而且它顏色比較深 所以是另外分件 那像是前面這個小的裙甲 它也是跟主體紅色不一樣 這個也是另外開了一個模 那除此之外像是這種藍色啊 或者像是這個透明件 那透明件裡面呢 我也是有塗了銀色的漆 讓它整體在光澤的發色上呢 就會提升了不少 那除此之外呢 像這個橘色啊 這些分件 其實都是做得相當的完整哦 那因此呢 只要稍微組裝起來 像它眼睛也是哦 整個就會有相當不錯的質感哦 再來看到它的可動表現 首先呢 它頭部還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簡單的球體關節 360度是沒有問題的 那脖子下段這邊呢 也是有一個這個轉軸關節 所以呢 往上抬呢 稍微調整一下位置 它可以抬到這個角度 還OK 那肩膀這個部分呢 它披風這個地方我覺得蠻有趣的哦 它是做了像這樣 這邊有一個轉軸關節 跟前後的轉軸關節 所以呢 它不只是可以上下 它可以這個左右做一點調整 中間這一段呢 則是像這樣子的 一個可以往前後翻的一個關節 所以呢 這個在你手往上舉的時候呢 就可以稍微去調一下它的位置哦 讓它看起來會稍微自然一點 那肩關節的部分呢 首先前後還是有做了一個轉軸 往前的幅度大概差不多30-40度左右 然後呢 手臂這個前後360度的旋轉沒問題 側邊抬起來呢 可以大概到這個角度 那裡面這邊呢 其實它是一個球體關節哦 所以你可以往裡面推 或者往外拉出來一點點 拉出來之後呢 這個可動幅度就會變得比較好一些哦 上臂這邊呢 可以轉軸 那下面這邊也是一個轉軸 再加上中間呢 這邊也是一個 這個往上的這個軸關節 那前面這個小臂的 手臂的部分呢 它這邊呢 有做了一個內凹式的 這個避免干涉的一個設計哦 所以可以讓它往上抬之後呢 欸 角度可以稍微加大一點點 然後手臂呢 這邊就是一個球體關節 再加上呢 在前端這邊呢 還有一個小的轉軸 大概就這樣 那身體的部分呢 那胸部這邊是一個球體關節 上下的可動幅度大概就這樣 而中間呢 是一個轉軸關節 大概就可以轉到側面 差不多到45度 60度左右 然後前群甲的部分呢 它這邊的前群甲是一個小的 這樣的結構 所以可以左右的翻轉 那當你往上呢 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它就可以這個連結起來 變成一個很完整的造型 那側群甲的部分呢 則是一個很簡單的球體關節 就是避免干涉而已啦 那往前抬的話呢 它會整個卡到 所以呢 它這邊裡面做了一個下拉式的設計 可以拉到這裡 下拉之後呢 它可動幅度就會變得非常的靈活 可以超過100度以上 那往後的角度也差不多 可以到差不多也是超過90度左右 側邊呢 大概可以到這裡 然後這邊大腿內側一個轉軸 膝關節的部分我覺得是比較弱的 大概就是只有到這裡而已 差不多90度左右 好 那腳的貼地呢 我覺得也普普通通了 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可以做一點點小改造 就是你把前 這個靠內側這個部分 把它挖空的話呢 這個貼地關節會稍微再大一點點 GETA DRAGON基本的武裝呢 就是兩把斧頭 那這兩把斧頭呢 它有兩個專用的手型 可以握在手上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斧頭呢 太短了不夠長的話 沒關係 把它拔起來哦 它有附了一個這樣的延長的零件 那你可以把它裝起來之後呢 好像這樣子 把它裝起來 對接起來之後呢 斧頭就會變長了 那你就可以把它握在手上 像這樣子 或者是呢 那你覺得這樣子還不太過癮 也沒關係 你可以再把另外一個斧頭呢 拔起來之後呢 再把它裝過來 跟它對接 不過對接的時候呢 這個柱子對柱子 這個沒辦法裝進去哦 要裝在另外一邊 就是這個 這邊是有洞的 公的跟母的要接在一起哦 這樣才會幸福 好像這樣就變成一個 雙斧頭 那這個在這個揮動起來呢 也是虎虎伸風哦 這是兩種不同的把玩的方式 那同時呢 它的延長的方式之外呢 它事實上它有兩個可以延長的這樣的零件 所以你可以再繼續延長 讓它變成一個超大超長的一個斧頭 但這個斧頭呢 這個 把柄的部分變長了 可是呢 這個斧頭的頭還是很小哦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它的披風後面這邊還有另外玄機 就是呢 你可以 事實上這個整個披風可以像這樣子 整片把它拔下來 拔下來之後呢 它的旁邊 這兩側呢 還可以再另外把它分開 好 這個是這一次Infinism版 給它Dragon的一個新設計 那這兩者呢 你就可以把它給裝在這個斧頭 這裡哦 把它給裝上來 像這樣子 好 那當然呢 這斧頭你要像這樣子哦 同一側把它裝上來 或者是呢 反過來一長一短 因為它兩邊是屬於一個不對稱的設計 所以你要這邊長這邊短 好或者是反過來 兩邊長的都像前面也是OK哦 這就看你自己怎麼去做調整跟發揮 但總之呢 它就是有這幾種不同的組合跟玩法 但是這個長柄呢 如果你這樣這樣裝起來的話呢 它的結構強度會稍微有一點不足哦 所以呢 它會有點像這樣子下垂軟軟的 就會變得彎彎曲曲的 好 那這個我想可以再尋找別的替代方案哦 就是你在用別的 譬如說不同的材質來做這個柱子 我覺得這個把柄也許會好一點 好 但總之它在整個武裝的搭配跟選擇上呢 就有這幾種 那當然你要用這個大的板斧 但是呢 小的握柄當然也沒有問題哦 就看你自己怎麼去自由做發揮哦 除了握斧頭的手跟拳頭之外呢 它還有多附了一個像這樣子伸手要錢的手 以及呢 還有一個手刀手 那這兩個呢 是從最早無敵體驚鋼就有了 而且呢 都只有右手沒有左手 那不過抱歉就是說呢 因為我這個做完才發現 忘了幫它補色哦 所以呢 這部分就 大家看看就好了 除了本體和配件之外呢 這次還有像這樣的一個支撐架 那當然就從它的胯下把它插進去就可以了哦 像這樣可以把它固定住 擺出一些帥氣的POSE 那同時呢 它還有另外一種支撐的方式 就是呢 它有附了一個像這樣子的透明零件 那你把這個先拔掉 先換上這個零件之後呢 你可以藉由這個地方來調整它的角度 讓它像 譬如說像這樣子好了 好 那它的裝法也是很簡單 就直接從這個前檔 好 這邊把它給整個扣上去 好 那就可以這個重現像是類似飛行的姿勢哦 這個又是另外一種玩法 但總之它就有兩個不同的支撐的這個連接件 好的 以上就是HG144分之一 吉他ドラゴ 蓋特龍 Infinitum版的簡單介紹 這個角色歷史悠久 可以算是第二代吉他ロボ的主角機 也曾經在OVA之中扮演反派的角色 這次經過柳賴靜之老師的重新詮釋之後 更增加了新時代的寫實科技風 造型上可以說是非常的帥氣 它的基本骨架延伸至之前的無敵鐵金剛 可動表現算是普普通通 至於說它的武器雖然說只有兩把斧頭 但是這次增加了跟披風之間的聯動設計 可長可短可大可小 造型千變萬化 增加了許多的新玩法 HGInfinism系列出完了無敵鐵金剛家族 跟吉他ドラゴ之後 下一個角色也已經公布了 就是鋼鐵吉克 照這個態勢發展下去 未來也許有機會把一些經典機器人陸續補完 不過我想應該都會是在同一套骨架 做延伸的前提下去做發展 希望磅代未來能夠推出一些新的素體 譬如說大家敲完已經敲到破的木蘭號 如果能夠前凸後翹的女性素體可以玩 那就太棒了